总裁未婚妻最近喜欢上了一首歌 叫 今天你要嫁给我 我笑着问她 结婚不还有三个月吗 怎么就等不及了 可我却没想到 半醉半醒的未婚妻忽然面色异冷 对不起 楚妍 成熏回来了 婚礼取消 婚礼取消 这句话从醉醺醺的谭诗运口中说出来的时候 我不仅感觉呼吸一致 心跳也慢了半拍 本想给谭诗运擦脸的手帕忽然将在空中 似乎上面的温度也随着原本喜悦在一瞬间消散殆尽 我安慰着说道 知道你忙 婚礼推迟几个月也没关系 我将手帕重新放回水里 热水将手烫得通红 而我却没有一点感觉 似乎此时的身心 在这一瞬间被谭诗运的话 活生生剥离成两个毫不相干的世界 谭诗运看着我的反应 似有些于心不忍 许时发现我并没有明白她的意思 又着重地强调了一遍 不 楚妍 不是推迟 是取消 成熏回来了 我还是没有办法忘了她 谭诗运抓起我的手 是我对不起你 楚妍 可是成熏一直是我迈不过去的坎 谭诗运的声音越来越小 如今成熏回来了 而她也说 她也忘不了我 所以 我笑了笑 原来是这样 成熏是谭诗运的白月光 从高中到大学 他们纠缠了六年 那时 谭诗运对她就爱得深刻 可那时的我 只是一个旁观者 独来独往 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与世无争 可我却偏偏对谭诗运念念不忘 至于为什么 很多人都不明白 她更加不知道 她只知道 我一直以来都是一个 她最坚定的追随者 不求回报地给她温暖 给她慰藉 用当下的话来说 我就是谭诗运的舔狗 是我 在她和成熏闹矛盾分手后 不顾世俗的目光 毅然决然地选择 陪在了她身旁 如果不是成熏大学时 出国深造 我和谭诗运 根本就不可能走到一起 而前不久 她似乎是终于 被我的真情所感动 选择了和我在一起 并在公众面前 公开了我这个未婚夫的身份 那时我以为 她那颗冰冷的心 终于被我的爱给融化 可我却没想到 待婚期将至时 她的白月光成熏却回来了 我转过身 将手抽回来 面无表情地说道 所以 谭诗运 你和我结婚 其实都是假的 而且 你和成熏发生了关系 是吗 谭诗运脸上的表情一僵 随后便是沉默 然而 这种因为背叛所带来的难堪 并没有在她的脸上停留多久 楚嫣 早就知道了 我没想到 面对我的责问 谭诗运竟然一点愧疚都没有 甚至就连一个简单的解释 都不准备给我 我真的是她的未婚夫吗 还是说 我在她的心里 无足轻重 如同路人 我自嘲一笑 没错 早就知道了 然而谭诗运却忽然冷笑起来 冰冷的笑意 竟让她的脸变得有些可怖 那是我从未见过的样子 谭诗运是谭家的接班人 也是谭诗集团如今的女总裁 她美艳动人 前凸后翘 身材火辣 从学生时代 就是很多男人眼中的女神 而我 则是她身旁最中心的副总经理 自从大学毕业以后 我便一直陪着她 一步一步在家族企业里扎稳根基 直到他们家的公司 成长为参天大树 如今她的事业蒸蒸日上 而我却因为常年的工作 累出了胃病 不得不休假疗养 可我没想到 在我休养的这段时间 她非但没有因为我生病 而主动抽时间来陪我 反而在婚期将至时 背叛了我 我知道她爱成熏爱的深沉 但我以为 只要我们结婚 说不定我就有办法温暖她的心 哪怕是先婚后爱 我也不介意 可是 一个月前 我却在她凌晨回家的时候 发现了她耳垂下 和脖子后面的一片潮红 以及她面对我时 越来越冷淡的眼神 心里虽然难受 但想着谭诗运对于我来说 不同于其他任何一个女人 她是一个非同一般的存在 哪怕她做了天大的错事 我也会原谅她 所以 即使在知道她背叛后 我都一直隐忍 甚至装作若无其事 那时我就想 也许她还不清楚自己想要什么 说不定 等她回过神来 她就会迷途知返 然后回到我们原本的人生道路上来 而婚姻 将是我给她最后的遗仗 可是 现在发生的一切 无疑都在告诉我 这个无情的现实 那个我执念了多年的女孩 她似乎并不属于我 而我为她所做的一切 似乎只是一厢情愿 思绪回龙 我冷笑一声 语气变得越发冰亡 谭诗运 谢谢你 对我如此坦诚 我站起身 转身准备离开 然而 谭诗运却从身后一把抱住我 这一瞬间 我的心竟然有些颤抖 一股酸涩涌上心头 脑海情不自禁地浮现出 一个女孩的身影 回过神来时 我忍不住去想 谭诗运 她是在挽留我吗 然而 我又错了 谭诗运并没有这样做 对不起 楚颜 我知道这对你不公平 我会补偿你 说着 谭诗运便找来她的包 竟然从里面拿出一张卡 楚颜 这是我如今能为你做的 希望你不要介意 她还没有说完 我就甩开她的手 她手中的银行卡硬生落地 谭诗运 你在羞辱我吗 可谭诗运却冲到我面前拦住我 楚颜 你别傻了 我知道你恨我 可是 你为什么要和钱过不去 我眼眶微红 不可置信地看着谭诗运 然而 谭诗运却面露积色 楚颜 别装了青刀了 你跟我在一起 难道不是 为了我的钱吗 我抬起头 正正地看着谭诗运 此事无比冷漠的脸 我没想到 我这些年的付出在她眼里 竟然是为了她的钱 你的钱 谭诗运 你们心自问 这些年来 为了你 我熬了多少夜 参加了多少应酬 喝吐了多少次 可即使这样 你回家可曾听闻过我的一句抱怨 可曾穿过一件脏的衣服 我可曾给你要过一份报酬 我无微不至地照顾你 爱你 在你看来 难道就是为了你的钱吗 谭诗运的脸有些潮红 但还是止不住地扬起她的下巴 细血地笑着 难道不是吗 楚言 你一个孤儿 没权没事 肯定会抓着任何一个向上爬的机会 否则 从高中开始 为什么就追着我不放 说着 她特意停顿了一下 似乎又想到了什么 楚言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当年你为了实现 你的目的特意接近我 然后想尽办法阻止我和成群在一起 就是为了有一天 能够飞黄腾达 而且聪明的你早就知道 成群为了继承成家的家业 她大学一定会出国深造 对吗 所以 你才会在她出国之后 在我最脆弱的时候 依然死皮赖脸地缠着我 而我也才会被你的伪装所欺骗 我看着有些癫狂的谭诗运 有些想笑 却还是隐忍着没有发作 然而 谭诗运却越说越离谱 楚言 你为什么不解释 一定是被我戳中了真相 对吧 我没想到你城府如此之深 是想一个正常男人 怎么可能发现未婚妻出轨 而不去揭穿他们 你之所以这样做 就是想在结婚以后 再跟我撕破脸 这样 你就可以拿我 和成群的事情威胁我们 从而可以分到更多的财产 对吗 否则 你怎么解释 现在公司上下所有重要的岗位 全都是你安排的人 哼 原来 谭诗运是这样想的 我终于忍不住笑了起来 声音越发凄凉 我没想到 当年那个善良 而又清纯无比的小女孩 竟然有一天会蜕变成为如此世俗女人 我不由自主地亮呛几步 然而谭诗运却一把抓住我的衣角 楚颜 你笑什么 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我已经懒得解释了 我冷笑着掰开她的手 行了 谭诗运 我知道 你什么意思 你就别惺惺做太了 你之所以想收买我 不就是怕我在外面拆你和成群的台 让你和成大公子的完美爱情蒙羞吗 在谭诗运眼里 成群高高在上 宛如天上的星辰 容不得一点污点 所以 谭诗运希望我对我成全他们 她不希望我在外面闹 更不希望她和成群再出现一点绯闻 这对刚回国不久的成群不利 谭诗运没有反驳 只是冷笑着看着我 没错 楚颜 成群对我很重要 我不能让她受到一点影响 所以 我希望 你保持沉默 就当 就当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而且 卡里的钱 你几辈子都花不完 楚颜 这是我做出的最大的让步了 看着谭诗运冷漠无情的眼神 我没想到 这么些年的感情 竟然可以在她嘴里 如此的轻描淡写 此时此刻 我已经知道 再说什么都毫无意义 既然她这么想 我又何必故作姿态 也许坦然承认 才是我们最后的体面 我摇了摇头 善笑着弯腰 把那张银行卡捡了起来 随后在她的眼前晃了晃 放进口袋 没错 谭诗运 你果然很聪明 我隐藏了这么久 还是被你发现了 我看了谭诗运一眼 发现她见我收下卡以后 脸上果然露出了 无比轻松的神态 那一瞬间 我的心 竟然不知为何 冷得让我发展 哼 果然是这样 楚言 看来承讯说的一点都没错 卡的密码是我的生日 拿了钱后 我们就好聚好散 我没说话 转身离开 然而快到门口的时候 谭诗运忽然面露哀伤地说 楚言 请你以后 最好不要在 我和承讯面前出现 我不希望她认为 我们还藕断丝连 我耻笑一声 好 谭诗运 如你所愿 我也希望 你永远记得你 今天所说的话 然而谭诗运并不知道 我走出门后 反手就将她的银行卡 丢进了路边的垃圾桶 而她终将会明白 离开我 将是她这辈子 做过的最愚蠢的决定 第二天 我去谭诗收拾物品 整个公司的气氛 变得十分诡异 我并不意外 自从昨晚和谭诗运闹掰以后 她就迫不及待地 向公众宣布了 她和我婚礼取消的消息 同时也在第一时间 官宣了程询 和她重新在一起的讯息 似乎是生怕慢了一秒 我就会反悔 而程询则借此机会 立马跟进这个热度 狠合时宜地 在社交媒体 发布了两人 搂抱在一起的亲密照 两人丝毫不顾及 我这个曾经的旧人 和同学的情谊 在万众瞩目中 重新觅在一起 仿佛我才是 涉足他们感情的第三者 而我这个一枚背景二 没势力地悲催舔狗 却成了万人嘲笑的存在 我早就说过 半年前谭诗运官宣 与楚言订婚 其实就是一个幌子 目的就是引起 国外的程询注意 要知道 程询和谭诗运 从一开始 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谭诗运这种人间游物 哪里是楚言 这种平头百姓 能够僭越的 是啊 出来混还是要看实力的 想要踏入豪门 光靠帅是不行的 虽然楚言十分努力 但毕竟拿错了剧本 辣蛤蟆 想吃天鹅肉 真是一想天开 不过 成家和谭家这么快就官宣 对楚言来说 是不是有些残忍啊 听说楚言可是从一毕业 就为谭家奔波 如今不光戴了 那么大一顶绿帽子 还被两个豪门如此羞辱 真担心他能否熬过去 一时间 整个商圈位置一阵 各种各样的质疑和电话 纷纷向我涌来 没办法 我最后 只能关闭了手机 楚总 您真的和谭总分手了 说话的是我的下属 他们昨晚就已听说了 我和谭诗运 取消婚礼的爆炸新闻 也知晓谭家和程家 将要联姻的讯息 奈何一晚上联系不到我 第二天便早早地 在我办公室等我 见我出现 他们有些茫然无措地 站了起来 我轻笑一声 坦然承认 没错 我们好聚好散 我一边回应着他们 一边开始收拾东西 他们见我这种反应 也瞬间明白了 网上的信息都是真的 顿时面面相去 楚总 您要是走了 那谭诗不救 没那么夸张 谭诗运能力出众 有的是办法 再说 程寻的能力出众 他们能应付得了 话不能说得太过 谭诗运是谭诗的接班人 虽然我心里不悦 但我也并不准备 对他的公司使唤 毕竟 这么多年的付出 我对谭诗 多少也有些感情 可我虽然这么说 但下属们却不干了 他们有些人的脸上 已经露出了 愤愤不平的表情 楚总 谭诗运这样对 你真的太过分了 我支持你 不过 我认为您就这样走 是不是太便宜他们了 是啊 楚总 您为了谭诗辛辛苦苦 付出了这么多 都累出胃病 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 您就准备这么饶了 那对肩负淫妇 然而 他们话还没有说完 办公室门口 却已经来了一堆保安 去去去 不知道我们在开会吗 一个下属见谭话被打扰 顿时扯开嗓子 朝着外面的保安队嘶吼 对 对不起楚总 谭总吩咐了 说是您如果回来 拿东西的话 让我们仔细查验一下 我们 也是没有办法 保安队长此话一出 办公室里的众人 顿时炸开了锅 有的人已经捏起了拳头 这谭诗运太过分了 是啊 没想到他这么绝情 楚总 我摆了白手 并没有放在心上 毕竟 谭诗运也在商场待了这么多年 他确实有理由担心 我拿走他的公司机密 来吧 我的东西都在这里 我把手里的箱子 往地上一放 任凭他们处置 此时 办公室外聚集的人越来越多 离一层外一层 纷纷朝我这里张望 什么 谭诗运要搜查楚总的东西 开什么玩笑 他有什么资格和理由这样做 是啊 这些年 楚总为了公司尽心尽力 他谭诗运只知道吃喝玩乐 哪里好好地待过一天的办公室 简直是狼心狗肺 面对外面的窃窃私语 我虽然表面表现得十分平静 但心里却流淌着一股暖流 我没想到 我的付出 很多人都看在眼里 唯独谭诗运这个女人 却偏偏看不到 楚 楚总 这些东西没有问题 不过 我们还需要搜一下身 希望您配合一下 一时间 人群炸开了锅 我CNM 滚蛋 想搜楚总的身 你们是不是不想干了 此时 几个下属纷纷站了出来 挡在我面前 甚至有人一把揪起了保安队长的衣领 然而 保安队长却一脸无辜地看着我 楚总 我们也不想 毕竟 我这个职位还是您提拔的 我们 也确实没有办法 其他安保人员也是一脸无奈 我当然知道他们是无辜的 我抬起头 看了看办公室外 不停晃动的监控摄像头 我知道 此时的谭诗运 说不定正在屏幕前 饶有兴致地欣赏着眼前的一幕 我轻笑一声 示意下属让开 张开双臂 没必要为难他们 来搜吧 楚总 谭诗运这样羞辱你 难道 我再次摆手 面露不悦 我说了 没关系 让他们搜 没有人敢再说话 我闭上眼 一股无形的怒气 在胸口翻滚 谭诗运 真希望 你可以一直笑到最后 永远不会后悔 离开谭诗 我搬到了郊区 这里空气很好 环境十分舒适 是我喜欢的样子 然而 刚安顿好没几天 一个陌生电话 却打了过来 我感到很奇怪 我更换了号码 又是谁能第一时间知道 我的联系方式 心里忽然涌出一种 不好的预感 果不其然 电话那头没有说话 只是长久的沉默 我心神一颤 也没有开口 过了许久 那边才缓缓开口 四怒四怨 不悲不喜 念声 好久不见 我也沉默了一会儿 许久才慢慢说道 好久不见 庆雪 舒庆雪约 我在一个咖啡厅里见了面 简单叙旧之后 他直接说明了来意 原来 由于成群从国外归来 又找到了当年 爱得死去活来的谭诗运 为了祝贺他们重归于好 也为了在公众面前 为他们两家的合作做事 成群便在市里 最富丽堂皇的酒店 张罗起盛大的宴会 成群是上市集团公司 城市集团董事长的儿子 谭诗运是谭诗集团的的继承人 两人门当户队 一时间商圈传的沸沸扬扬 据说各行各业的很多 有头有脸的大佬 都会派人去出席祝贺 而我这个谭诗运 曾经的草根未婚夫 人走茶凉 自然被众人所遗忘 而舒敬雪 在得知我和谭诗运的消息之后 便主动联系了我 舒敬雪 你这是何必呢 我说 然而舒敬雪 却只是俏皮一笑 然后用手撑着下巴 若有所思地看着我 你报恩 我报仇 我们并不冲突 而且 成家一直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不是吗 我直视着他的眼睛 舒敬雪 那些事毕竟是老一辈所为 不应该牵扯到我们这一代 你如此纠结于过去 有意义吗 然而舒敬雪却笑了起来 言语间虽颇为轻松 可还是难以掩饰他脸上的落寞 我和你不同 自从你离开后 我就已经一无所有 如今的我 只有成家和我不共戴天的仇恨 我想 你就算是生性良薄 也不至于能放下父母的仇吧 说着 他冷冷地看着我 眼里满是细血的意味 而且 如今你已经报了谭家的恩情 现在 也该到了报答我们书家的时候 听他说完 我眉头紧皱 面露不悦 舒敬雪 你别逼我 我说 然而 舒敬雪只是笑了笑 随后在我面前 直接拨打了一个电话 电话接通后 他便将电话推到了我面前 一时间 我只觉得后背冷汗直冒 看着舒敬雪脸上 慢慢浮现出的笑意 我的心却沉到了谷底 果不其然 在被电话里的人一顿训斥以后 我便被随后赶来的 一堆黑衣人请上了车 而舒敬雪 则旁若无人地坐在了我身旁 他没有说话 只是随着汽车的颠簸 像是极度的虚弱一般 慢慢地侧身躺在了我的腿上 成家宴会那天 由于我住的地方 离酒店比较晚 我到的时候 宴会厅里已经坐满了人 当我迈步走入宴会厅的时候 还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很多媒体和记者看见我出现 纷纷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 而其间 更有我一些曾经熟识的同学 还有之前生意场上交好的合作伙伴 怎么回事 楚颜怎么来了 难道她不知道 今天是什么场合吗 是啊 会不会是谭家前几日 官宣了谭诗韵新的未婚夫 她一时接受不了 今天趁着这个机会过来捣乱 肯定是这样 你们可能不知道 楚颜其实从高旧 开始缠着谭诗韵 一直到大学毕业 都像狗皮膏药一样粘着她 我看 今天她来 一定是想找他们的麻烦 对 楚颜好不容易能够成为谭家的成龙快婿 眼看着婚期将至 却被成询给半路截胡 换作是我 心里也不好受 听着周围的闲言碎语 我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随后静止地穿过人群 在宴会厅的最后一桌 找了个位置坐了下来 而后面进来的校友或者同学 甚至以前曾经交情颇后的企业老总 见我竟然出现在宴会上 竟然没有一个人愿意和我同桌 甚至有意无意地和我保持着距离 唯恐避之不及 一时间 他们纷纷对我侧目而视 闲言碎语越发刺耳 大概是我的存在太过于惹眼 不多时 一个礼貌而不识温柔的声音 在我耳旁响了起来 楚颜 好久不见 我抬头迎着那人的目光 才发现 来的人竟然是大学时的班长 沈荣 我看着他面带歉意 又颇为尴尬的笑容 瞬间明白了些什么 我说 不好意思 班长 我不请自来 让你为难了 沈荣是城市集团的总务助理 工作能力颇为出色 这次成询回国 城市便安排他到成询身边辅佐 以便让成询更快地 适应集团公司的节奏 而他自然也负责 这次的宴会的筹备工作 他尴尬地露出微笑 对不起啊 楚颜 这次宴会 成询和谭诗运 其实是想请你的 但我想着 你们毕竟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 这种情况下 见面不是很合适 所以才自作主张的 没有给你发请帖 希望你不要怪他们 我抬头看了他一眼 发现他工作确实出色 他的一句话 不光为老板撇清了责任 同时也表明了他的态度 如果我还不懂 那就是我的问题了 我摆了摆手 神色淡然 你误会了班长 我这次来并不是为了他们 也不是要捣乱 而是因为公事 公事 他疑惑地看着我 似乎颇为意外 我将我的勤俭递给他 他只是看了一眼 脸上忽然露出一丝惶恐 你 书 书家 我轻笑一声 没错 书家现在是我的老板 沈荣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楚颜 我真为你高兴 没想到 您竟然会被书家看中 老实说 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我抬起头 看着一脸疑惑的沈荣没有回答 只是说 说实话 班长 我也没想到 我被踢出谈试后 竟然还会有人用我 天无绝人之路吗 沈荣似笑非笑地看了看我 楚颜 我很早就发现你不简单 严格来说 谈试 能够走到现在 其实都是你的功劳 对吧 我开玩笑道 您这说的 就有些夸张了 一点都不夸张 楚颜 这几年的商场上 没人比我清楚你究竟做了什么 他说话时 眼里闪着光 但言语间 却并没有恶意 或许 谭试运放弃你 确实是一个错误 希望你 他的话还没说完 这时大厅外面 就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欢呼和鼓掌声 我和沈荣顺着声音看去 才发现 原来是今天的主角出场了 只见宴会大厅门口 一身高定礼服的成询和谭试运 正在万众瞩目中 互相挽着手 向着宴会大厅走来 我轻笑一声 班长 有空再聊 您去忙吧 沈荣还想说些什么 但他看了看眼神色自若的我 想说什么 却并没有开口 酒宴时 谭试运一副小鸟一人的样子 依偎在成询的身旁 满脸的幸福 亲密的距离 似乎在招视着他们两人 坚不可摧的爱情 然而 就在他们两人向所有宾客敬酒时 谭试运还是在遥远的人群中 认出了我 一瞬间 他的脸忽然变得有些煞白 似乎从未预料到 我会出现在这种场合 成询见他反应不对 顺着他的目光 也发现了我 也是在一瞬间 他的脸上 也露出颇为不悦的神色 但还是很快镇定下来 只见他嘴角扬起 忽然牵着谭试运的手 不容分说地将他揽入怀中 谭试运明显有些错愕 略微迟疑一番 也只好跟着成询 一起向我走来 一瞬间 全场所有的目光 都被他们异常的举动所吸引 很多媒体记者 纷纷时去地掏出了摄像机 准备抓拍下这难得的一幕 快看快看 好戏开场了 别放过这个机会 新兴青年才俊 唯未婚妻与海归总裁护司 看着就有爆点 拍的时候 注意给谭试运特写 别放过女主角的表情 听着周遭的闲言碎语 我没有说话 只是迎着两人 越来越近的目光 不失礼貌地站了起来 而成询似乎没有想到 我会如此坦然 为了不失风度 还没走到我面前 竟然率先开口 蜀妍 老同学 真是贵客临门啊 说完 他向我伸开双手 向我来了一个 充满善意的拥抱 我不好拒绝 微笑着回应 不好意思 承询 不请自来 失礼了 承询不傻 他知道这种场合 没有邀请函的人 根本进不来 但为了不失风度 还是骂了骂身后的沈荣 沈特助 你到底怎么做事的 楚言是我和世韵的恩人 你就是再忙 也不能把他忘了呀 沈荣没有解释 只是点头认错 抬眼看我时 表情复杂 我轻笑一声 你别怪班长 毕竟要负责这么多事情 有些疏忽也正常 最主要的是 我换了工作 一忙起来 他就更找不到我了 承询笑了笑 换工作 楚言 我听说你可是近些年来 有名的新兴才俊 不知道究竟是谁 竟然有幸能找到 你这匹千里马 千里马 听到承询说这恭维的话 我就想笑 自从我被谭家扫地出门 这市面上的公司 有谁敢用我 他说这些话 不过是在故作姿态而已 我不动声色地笑了笑 随后将勤俭递给承询 小公司而已 上不了什么台面 不过老板临时有事来不了 吩咐让我给你带来贺礼 贺礼 这时 一直面色有些难看的谭诗韵 开口说话了 楚言 你开什么玩笑 我们需要你的贺礼吗 你难道就这么恨我们吗 承询没有说话 脸上的表情 却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迅速变冷 承询一向高冷 家教良好的他 在公众面前 都在尝试着表现出山崩于前 而面色不改的从容气度 大概是察觉到承询的表情有些不对 谭诗韵很快便意识到了什么 只见他的身体向着承询靠了靠 安慰和解释的意味不言而喻 似乎在说 他和我已经没有一点关系 我的出现 纯粹是个意外 而承询自然会议 此时他的脸上 却带着若隐若现的笑意 而右手则很合时宜地 揽上了谭诗韵的细腰 轻易的举动 彰显主权的意味 显露无遗 他虽然已经尽力地表现出 温文尔雅的气度 但我知道 此时他看我的眼神 充满着不屑 那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情绪 是不可能完全掩盖得了的 而我知道 他回国后 不可能不知道 谭诗韵和我在一起 而他之所以 明知他和我已经有婚约 还是毅然决然地选择插足我们 他明显是有意而为之 他不光吃定了谭诗韵 对他的一片痴心 甚至还在有意地践踏着 我对谭诗韵的爱 也许在他看来 我这种不入流的货色 根本没有资格和他相提并论 更没有资格碰他玩过的女人 此时 他大概是爱与我们 曾经的同学关系 周围都是记者 而又是在大庭广众之下 他再如何不满 都没有发作 而是依然保持着理智 他似笑非笑地怒声道 诗韵 我不在的时候 毕竟是楚言一直在照顾你 也是他一直为了谭诗奔波 虽然你不爱他 但他依然对我们有恩 再怎么说 我们同学一场 有什么事是不能好好说的 看 原来 成寻全都知道 看着成寻 做出一副无辜的样子 我只觉得有些荒谬 如果成寻真的感念 我们同学的情谊 怎么会一回国 就背着我和谭诗韵搞在一起 如今 他又以宽容大度的姿态 展现在公众面前 我今天若是不识好歹 在这种场合给他找麻烦 那反而 就是我的不是了 我轻笑一声 没有揭穿 也没有搭谭诗韵的话 只是把手里的东西 递给成寻 成寻 今天是你们特殊的日子 别为我这么个无足轻重的人 伤了你们的感情 我其实本不愿来 说着 我便拨开人群 在众目睽睽之下 转身离开 然而 我还没走出去 却被成寻怒声叫住 楚妍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指住脚步 转身看着一脸凝重的成寻 此时的她 已经打开了情检 很显然 她看见了情检里面夹带的内容 里面 除了成寻发出的情检 还夹带了其他东西 而这个东西 则比情检更为重要 因为那是一封书家的战书 上写 待到秋来九月八 我花开后摆花纱 我轻笑一声 成寻 我也不是很清楚 不过我们领导说了 如果你有疑问 可以问问你们成家长辈 成寻听我这么一说 顿时陷入了沉默 她脸上的表情 越发的难看 此时 一脸猛圈的谭诗运 愣愣地看着我们 她不明所以地 看着成寻越来越黑的脸 一把拿过她手里的情检 书家 谭诗运疑得喃喃自语 她的声音虽然小 却还是被好事的媒体记者 给捕捉了过去 一瞬间 整个会场开始窃窃私语 随后便瞬间炸开了锅 什么 书家 那个消失了二十年的书家 回来了 不可能 书家不是都销声匿迹了吗 难道书家还有人在 此言一出 一些上了年纪的人 纷纷露出惊恐的神色 而更多的人 则是一脸疑惑 什么 书家 怎么听都没听说过 没听说过也正常 毕竟 已经过去那么多年了 这时 成家的父母长辈们 听到书家两个字 也发现场面变得有些混乱 纷纷站了起来 只见他们连忙向着台上的私仪 使了个眼神 随后私仪便马上开始圆场 一时间 很多人便开始拾去的不再说话 但心里却跟明镜似的 见此清醒 我在心里暗自笑了笑 转身便推门而出 没想到 还没走出酒店 便被从后面赶来的谭妇谭母 拦住了去路 楚妍 你今天是什么意思 谭母率先出现拦住了我 随后便冷冷地说道 失运不是给你钱了吗 你为什么还要缠着她 我看着眼前 这对差点成为我岳父岳母的夫妻 不由得有些难过 叔叔阿姨 你们难道没有看见吗 我并没有捣乱 相反 我成全了谭世运 而且 如果你们去谭世运别墅外面的垃圾桶看看 说不定还可以找到她的银行卡 谭母的脸色有些难堪 犹豫一番 还是说出了她心里的话 楚妍 我知道是我们对不起你 我也知道你很爱世运 可是 你也应该明白 你贺世运并不是一路人 成群才是世运最好的归宿 谭母说完 我没有反驳 只是饶有兴致地看了谭妇一眼 叔 您确定 如今的成群 是谭世运最好的选择 谭妇文言 一直笼罩 在她脸上的不安 越发沉重 她混迹商场多年 自然是知道一些二十年前的传闻 而这么些年来 谭妇作为白手起家的董事长 不可能不知道 我为了他们谭家做了些什么 只是如今 我和谭世运氏已至此 作为父亲 她也无话可说 楚妍 我们谭家有父于你 但我希望你理解我们 身为父母的 谁会不希望子女有一个好的归宿 她说话的时候 言辞懇切 应该是真情流露 楚妍 你和世运毕竟相爱一场 再怎么说 也有一定的感情 事到如今 世运和成群重归于好 我们两家也将进一步开展合作 所以 叔叔希望 你不要再来打扰她 好吗 我深呼一口气 你难道就那么肯定 和成家结合 不是把谭家和谭世运 推入火坑吗 谭妇谭母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一种从未有过的担忧 慢慢地爬上了两人的脸上 这么些年来 他们知道 我在商场上所做出的决断 从来没有失误过 也正是这样 他们谭家才能规避很多风险 才能在波爵云鬼的商场 脱颖而出 对我的能力 谭妇谭母很少怀疑 因此 他们才会将谭世的很多事 都交给了我 而我也没有让他们失望 只不过 此时物是人非 我已不再是谭世的工具人 楚妍 我不知道叔家是怎么找到你的 不过 我知道 叔家其实已经名存实亡 就算叔家还有人在 如今的叔家 也不可能动得了程家 我轻笑一声 眼中流露出不屑 谁知道呢 说不定 过不了多久 程家就会成为下一个叔家呢 此话一出 谭妇的脸上的表情 瞬间凝固 而谭母则一脸疑惑地看着谭妇 老公 怎么回事 谭妇没有在说话 只是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楚妍 你究竟是什么人 我轻笑一声 并没有回答 只是回应到 叔叔阿姨 听我一句劝 趁着谭世运还没有嫁过去 还有机会补救 到时候 可别怪我没有提醒你们 说完 我挥了挥手 一辆没有后排的劳斯莱斯 便在我身旁停了下来 在两人惊讶的目光中 司机万分恭敬地 给我打开了车门 就在将要离开的时候 我打开车窗 对着谭妇谭母说道 叔叔阿姨 我是说如果 如果以后 你们还需要我帮忙 就来找我 如果 你们找得到我的话 说完 我的车便绝尘而去 再次见到程巡和谭世运两人的时候 是一个月后的项目投标会的现场 我全权参与这次项目的投标 只不过 我并没有选择走到台前 而是安静地 坐在会议现场的最后一排 相关工作 都交给了其他人 就在我翻看着下属递过来的材料的时候 谭世运却不知为何 来到了我身边 只见他气急败坏地 一把抢过我手里的东西 扔在了地上 然后恶狠狠地骂道 楚妍 我没想到 你竟然是这么一个忘恩负义的小人 我身后的助理见此轻心 一下子便准备冲上来 我抬起了手 阻止了他们 没关系 谭总只是和我们叙叙旧 没什么恶意 说着 我抬起头 看了他一脸怒气的谭世运 怎么 谭世运 一个月不见 脾气怎么这么暴躁 难道是成熏亏待你了吗 还是说 你见我们舒适 抢了你们家项目 有些接受不了 谭世运见我 一脸轻松的样子 十分不愿 难道不是吗 楚妍 我们谭世培养了你这么多年 好吃的好喝地供着你 甚至还准备让你成为我们谭家的成龙快婿 可是你呢 一进入书家 不光破坏了我们很多的项目计划 甚至还撬走我们谭世很多优秀员工 你这不是忘恩负义是什么 我掏了掏耳朵 装作毫不在意的样子 呵呵 什么 我撬你的优秀员工 你不是说他们都是垃圾吗 我说完 身后的下属们都情不自禁地笑出了声音 原先在公司时 谭世运总是不把员工放在眼里 对于员工的各种合理诉求 也是置若罔闻 若不是我距离力争 很多人才都会被谭世运所埋没 而我离开后 谭世运由于发现很多人为我鸣不平 为了彰显他的权威 不惜一切代价 开除了那些不服管教的员工 甚至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 竟然听从成群的安排 更换了一些十分重要的岗位的人员 一时间 谭世动荡不已 若不是谭富健在 恐怕还不知道谭世运会任性到什么地步 而我了解到 这些属下的遭遇后 直接以高于业内一倍的薪酬 将他们给招进了舒适 因此 很多没有机会施展才能的人 还因此得到了重用 这才有机会展现他们的才能 我笑道 不过说起俏人 我可比不上某些人 一回来就把我老婆骗到床上去 这么一说 好像吃亏的是我吧 此言一出 谭世运的小脸 竟然仗得通红 我继续说道 还有 谭世运 你说我万恩负义 就更是离谱了 这么多年 你们谭世从一个不入流的百货公司 成长为上市集团 期间 如果不是我为你们当牛做马 你们怎么会有今天 说完 我身旁的助理和保镖 情不自禁地又笑了起来 对啊 谭总 楚总这么多年 为了你们谭世呕心立血 你虽然看不见 我们可都看见了 而且 我们跳槽是完全是我们的意愿 根本就不存在楚总挖人艺术 你有这个功夫骂我们楚总 不如多花花心思 管管你公司的人吧 是啊 而且我还听说 很多人都准备到我们舒适来上班 您再不给他们加薪 怕是再过几个月 谭世就快没人了吧 哎 这话也不对 怎么能叫谭世没人了呢 应该换个名字 改叫城市吧 谭世韵听曾经的下属这么一说 脸上顿时挂不住了 他是谁啊 高高在上的女总裁 哪怕是嫁为人妇 也不可能把自己的家族企业 改名唤姓 此时的谭世韵 当然知道 他们在暗指什么 谭世韵憋红了脸 咬着牙 扬起手就要发飙 而我却伸手阻止了他 谭世韵 请注意你的身份 你确定要动手 谭世韵文言 朝着我身后看去 却发现很多记者纷纷对着他 举起了摄像机 他铁青着脸 十分不甘地冷哼了一声 楚妍 你真无耻 我觉得这话十分受用 对着下属们摆了摆手 示意他们无需分心 继续工作 谭世韵 你既然要做成家大少奶奶 就要有自知之明 谭世不是你自己的东西 而是你父亲的心血 听我一句劝 别因为恋爱脑 把你把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山 给搭进去 我说这话绝非虚言 自从谭家和成家宣布联姻之后 谭世韵不知为何 就开始慢慢将一些核心业务 与成家绑定 虽然说表面上看起来并无不妥 但稍微谨慎一点人都知道 这样做明显有些操之过急 尤其是在书家宣布付出的这个节骨言 谭世韵这样做 无疑是对外宣布 他们谭家将和成家共进退 而且 自从书家在宴会上 向成家下了战书之后 市面上便开始爆出 二十年前几大家族的事情 据说 书家的陨落 和谭家的从中作梗 有直接的关系 虽然成家果断的选择 出面进行澄清 但聪明的人都知道 书家绝不会平白无故的 给成家下这么一个战书 最主要的是 当年发生的事情 真可是一个天大的事件 两个巨大的家族 瞬间失去核心谷 若不是重要人物出面调停 谁都不知道 当年的事态 会发展到什么程度 如今 书家沉寂这么多年 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 就说明 书家已经做好了复仇的准备 虽然书家的实力很弱 但很多人谁都清楚 曾经销声匿迹的书家 不可能平白无故的 就能重现于世 更重要的是 迄今为止 书家真正的家主 还没有出现在世人的面前 而这就足以说明 在这个事件的背后 还有人给书家站台 而这个人 除了同样沉寂多年的李家 再也没有人能够做到 此时 我看着想要发作 又说不出话的谭诗运 继续说道 好了 谭诗运 你再和我聊下去 难道不怕程讯误会 我和你藕断丝连吗 我话音刚落 谭诗运 似乎马上意识到了什么 他慌乱地回头 却发现他身后的不远处 正站着一脸阴沉的成询 谭诗运开口想要解释 却没想到 成询只是冷哼了一声 随后便再从我们身旁走过 谭诗运想要牵他的手 却被成询一把甩开 此时的谭诗运 不知为何 竟然有些不知所措 迷茫的像是一只迷途小鸟 我吃笑一声 摇了摇头 不再看他们一眼 招标会上 很多公司都对几个 炙手可热的项目红了眼 尤其是成询 如今的成询 急需一个契机 来扭转如今 对他们成家不利的局面 总体来看 成家的财力 确实是要比谭诗浑厚的多 毕竟成家 在江湖上叱咤风云几十年 而且也在当年的事发之后 着实吃到了一波红利 现在的成家 确实还是有一定的实力 在这些项目上做些文章 而谭诗就不同 如今谭诗虽然也不算小 但底运毕竟还是比不上成家 再加上如今谭家和成家联姻 谭家自然而然会把集团的 大部分资源 全部都贡献给了成家 如今的两家 是一融俱融 一损俱损 大概 这也是谭诗运想方设法 帮助成询的原因 只是 我担心的是 如果谭诗运知道 成询曾经做过的一些事情 他也许就笑不出来了 此时思绪回转 眼前的竞标公司 不断地互相竞争着今天的项目 我也只好给助手使了个眼色 初总 您还有什么安排 无论成询出多少架 我们都跟 助手有些疑惑 初总 这个项目 成询已经出架到15个亿 咱们还继续跟吗 跟 不惜一切代价 随着继续加价 前面的成询的脸色 似乎越来越黑 而他身旁的谭诗运 则有意无意地回过头来看我 在那么一瞬间 我竟然看见谭诗运的眼神中 浮现出一丝无助和落寞 而就在继续加价的时候 场外的媒体们开始炸开了锅 什么 二十个亿了 这输家和成家 到底是在干什么 这只是一个 简单的商业住宅项目 他们两家 有必要闹到这一步吗 你有所不知 二十年前 输家的损失 可不止这二十个亿 当年输家 可是死了五个人 五个人 怎么回事 能不能仔细说说 不行 这可是境界 咱们吃这碗饭的 犯不着惹这些家大业大的人 尤其是 你是说李家 嘘 做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 别乱说话 与此同时 场外的很多企业家 纷纷炸开了锅 他们不约而同地 开始动用人脉 来打听这次场内情况 而谭父谭母 此时正坐在家里 则明显有些寝食难安 老公 怎么会这样 听说 成巡和书家 还在继续加价 现在都已经超过二十五亿了 咱们家流动资金 可是全部都交给了成巡 此时 谭父的脸上 已经没有了一个小时前 从容的神色 事到如今 也只能放手一搏了 谭父不知为何 手中开始冒出冷汗 口中竟然难难地 说出一句话 不知过了多久 招标会终于尘埃落地 城市集团四十五个亿 拿到了项目 而其他项目 成巡也以摧枯拉朽的姿态 全部拿到了手中 反而是书家 在一通气势汹汹的加价之后 还是抵不过财大气粗的成家 不得已 只能灰溜溜地放弃竞标 一瞬间 场内的人都沸腾了 很多人纷纷站立起来 为成巡和谭诗运鼓掌 相反 更多的人 则开始对书家侧目而视 我还以为书家这次会有什么大动作 没想到 他们费尽心机 还是算漏了一环 是啊 成巡真不简单 他不光取得了谭家的支持 而且还获得了数十个上市公司的融资 真是豪横 而且最主要的是 成家竟然得到了四大家族的支持 要知道 四大家族的财力 可是无可撼动的 书家想要翻身 怕是不可能漏 听着周围的嘲笑声 我身后的下属们 正憋着一股劲 低着头说不出话 而我 则冷冷地看着远处意气风发的成巡 和谭诗运 目光交错间 我发现成巡望向我的眼神 忽然多了一分狠辣 而谭诗运看我时 更是多了一分嘲笑 我知道 这些项目是他们面对书家挑衅的第一战 哪怕很多项目并不值这个价格 他们也必须孤注一掷 只是我没想到 为了能够打败书家 他们竟然能够做到这一步 他们 根本不准备给书家一点翻身的机会 我笑了笑 起身准备带着下属离开 却没想到 却被成巡远远地叫住 楚妍 请等一下 我转过身 看见成巡和谭诗运 正骄傲地挽着手 向我走来 有事 我淡淡地道 楚妍 项目还是被我们给拿下了 你们书家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谭诗运似笑非笑地说道 我轻笑一声 哦 那恭喜你们了 说着 我准备转身要走 却没想到被谭诗运叫住 楚妍 你们书家就别挣扎了 我想 你应该知道了 你之所以能够从我们谭家手里 抢到一些项目 完全是我们有意而为之 目的就是想看看 你们书家手里有什么底牌 不过现在看来 你们书家的实力也不过耳 谭诗运一边说着 脸上的傲气显露无遗 此时 我的下属们纷纷有些气氛 因为他们发现 他们的所有努力 都已经被某些人给泄露给了成巡 他们都十分窝火 特别是我的助理 郑玉发作 却被我瞪了一眼阻止 我说 你们先走 我随后就到 下属们看了我一眼 只好十分不甘地离开 此时 谭诗运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 楚言 书家毕竟已经破落了这么多年 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 想要拿出三十个亿的流动资金 已经是顶天了 我没想到 你们竟然会打肿脸充胖子 闹出这么大的笑话 我没有说话 只是沉默 此时 成巡开口了 楚言 商场如战场 你也不要怪我们 说句实话 我虽然一直在国外 但我也一直留意着你 你确实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如今书家 已经不可能再重振雄风 我看 你不如就到我公司工作吧 再过几个月 诗运也准备退居幕后 好好的在家里相夫轿子 而我们也正好可以补偿补偿你 退一步说 我们本就是同学 确实没有必要 因为一个书家闹成这个样子 不是吗 我看着两人在我面前的一唱一和 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行了 程旭 谭诗运 这次确实是我失算 我没想到 你们竟然会这么狡猾 也没想到 你们竟然能得到四大家族的支持 我愿赌服输 不过 我这个人就是喜欢折磨自己 我相信 总有一天 我会重新向你们证明我自己 然而 我没想到 我说完这句话后 谭诗运却捂着嘴咯咯咯地笑了起来 楚言 你怎么这么不知好歹 明明我已经给你钱了 你为什么那么不安分 难道你就真的真的恨我和程旭 一定要和我们作对吗 再说了楚言 你们老板到现在还不出现 难道你没想过 是为什么 书家是个懦夫 根本就翻不起什么大浪 我听着谭诗运一顿输出 没有表现出任何异样 相反 我更在意程旭的态度 程旭 这次确实是你们赢了 不过 我们来日方长 我说 然而 程旭则显得十分平静 看向我的眼神 则变得有些意味深长 好 楚言 我拭目以待 两天后 书家和程家第一次交手 就战败的消息 很快便在市面上传开了 一时间 各种嘲笑和质疑的声音 甚消沉上 我还以为书家 会是多么牛逼的存在 没想到 竟然一个回合都没有撑过去 是啊 拿不到项目 以书家现在的实力 根本没有办法和程家竞争 商场如战场 书家在程家的围追堵截下 恐怕撑不了多少时间了 然而 就在大家以为 书家已没有翻盘的希望的时候 一个爆炸性的新闻 竟然在公众面前出现 书家家主 竟然是当红流量明星 影后墨瑶 在最新的国际颁奖典礼上 一身华贵礼服 性感恶懦的墨瑶 站在领奖台上 而此时她的面对着的 则是万千激动的媒体记者 和无数网友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 对我的关心和支持 如今我拿到了影后这个奖杯 首先得感谢一直以来帮助 和支持我的朋友 同事和广发网友们 谢谢大家 借着这个机会 我想向大家宣布一个消息 从今天起 我墨瑶正式宣布退出娱乐圈 一瞬间 整个会场哗然 无数的媒体记者和网上 纷纷炸开了锅 怎么回事 墨瑶女神 怎么会突然宣布 退出娱乐圈 疯了吗 什么意思 墨瑶难道不知道 她今天能走到现在 有多么的不容易吗 她这样做 是想要我们这些粉丝的命吗 不 墨瑶 我不同意 我爱你 不要 一时间 墨瑶宣布退出娱乐圈的消息 瞬间引爆社会热点 无论是国际上还是国内 纷纷对这个爆炸性的新闻 进行报道 此时 记者纷纷站了起来 疯狂地想要问清楚缘由 然而 墨瑶只是十分冷静地 看了看众人 诸位 我知道大家有很多疑问 在这里 我也会给大家一个说法 说着 墨瑶便将手里的奖杯 放在了手足无措的 主持人的手里 我其实还有一个名字 叫做书敬雪 此话一出 顿时场内鸦雀无声 很多人都知道 此时墨瑶的话是什么意思 什么 墨瑶其实叫书敬雪 什么意思 你是真够纯的 书家书敬雪 这年头 谁敢冒着这么大风险承认 您是说 书敬雪 就是成家的死对头 书家的家主 主席台上的书敬雪 此时十分淡然地继续说道 大家也知道 我们书家在二十年前遭了难 如今 我作为书家的当家人 已经遵守约定沉寂了二十年 现在也是时候回归了 书敬雪环顾众人 美眸轻转 审视和傲然的目光 无不让人胆寒 与此同时 网上的舆论 直接吵翻了天 什么 书家的家主竟然是墨瑶 他的真实名字叫书敬雪 我的天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怎么越来越复杂了呢 我倒反而觉得 越来越有意思了 搞不好 事情要两极反转了 谭家的别墅内 谭夫一脸严肃地 看着电视上的新闻 而他的旁边则坐着一脸猛圈的谭诗运 爸 你这是怎么了 一个戏子而已 有那么夸张吗 此时的谭诗运 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只是一边像看八卦一般 一边给自己的父亲削苹果 脸上露出不屑一顾的笑 然而 后面谭夫的话 却让他笑不出来 诗运 你还不明白吗 成家 怕是要完了 说着 谭夫连忙挥手叫来了管家 快 不管用什么办法 一定要联系到楚言 是 谭诗运见管家急冲冲地跑出去打电话 顿时有些梦了 爸 你这是干嘛 联系楚言做什么 那个废物 闭嘴 谭诗运 谭夫见谭诗运士 到如今还这么淡定 露出恨铁不成钢的表情 动动你那恋爱脑吧 你难道还不清楚 我们家现在的局面吗 谭诗运一脸猛圈 他并不清楚 谭夫是什么意思 爸 你别这么小题大做 我知道书家和成家有仇 但毕竟书家 已经落魄了这么久 就算现在书家卷土重来 也不可能拿成家怎么样 说着 谭诗运还若无其事地 往自己的嘴巴里 塞了块苹果 再说了 这些事情 成勋已经在安排处理 您啊 就不用担心了 就等着抱孙子吧 谭夫气急 咬着牙说道 谭诗运 你难道还不明白吗 舒进雪一旦出现 就说明 李家也已经做好了准备 成家当年主动参与 了当年李家的夺权计划 间接害死了李家和书家的人 你以为 李叔两家 会放过成家吗 谭诗运听完谭夫的话 似乎开始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此时的他 自己从谭夫的口中 了解到了当年的很多事情 可是 谭诗运话 还没有说完 管家已回来汇报 老爷 楚言联系不上 号码已经是空号了 而且 他曾经住的地方 也人去楼空 此时 谭夫只觉得气血上冲 天旋地转 忽然眼前一黑 便晕了过去 一周后的国际论坛上 热闹非凡 原本我躺在家里休息 却还是经不住 舒静雪的一阵骚扰 没有办法 只能硬着头皮前去接他 在进入会场时 里面早已热闹非凡 然而 我还没找到舒静雪 却先遇到了谭诗运和成询 此时的谭诗运 听说已经完全掌控了谭家 并在成询的安排下 将很多产业调配给了成家 而成询的人 也慢慢地开始在谭诗入职 见谭诗运还没过门 就如此迫不及待的骚操作 我都有些想笑 我本不想和他们照面 却没想到 还是被成询给发现了 谭诗运本想回避 可不知道为何 却被成询给死死拉住 随后两人便向我走来 可我发现 谭诗运脸上的表情 不知为何有些不自然 哟 楚言 没想到竟然在这里见到你 怎么 这次你们舒大小姐 又交给你什么公务 面对成询的挑衅 我没有发作 只是看了谭诗运一眼 我没想到 一段时间不见 她的眉宇间颇为疲惫 可不知为何 此时她在我面前 还强装镇定 我轻笑一声 听我这么一说 成询笑得更开心了 楚言啊楚言 我原以为舒家会重用你 没想到竞标失败后 舒大小姐竟然给你 安排了一个司机的差事 不过也对 毕竟没了谭诈家的平台资源 你很难做出一番事业 不如这样吧 楚言 你辞职吧 到我公司来 看在同学的面子上 多多少少也给你一个经理的职位 我白白手 轻笑一声 不了成询 谢谢你的好意 我骨头硬 弯不下去 说着 我准备走开 然而 成询却拦住了我去路 哎 别急啊 楚言 咱们好不容易又见面 你急着走干嘛 难道 是担心 你舒大老板 被什么人吃都扶不成 不过这也正常 舒进雪毕竟是一个戏子 成不了什么大事 倒是可以靠姿色 博取些老男人的支持 成询此话一出 我的手 情不自禁地握成了拳头 如果说之前成询在人前 表现出温文尔雅 那大概率是因为 自己刚回国 羽翼未封 而现在 整个商圈都已经被他所掌控 甚至四大家族都已经承诺 无条件地支持他 可想而知 此时的成询会有多膨胀 现在的他 陷入已经装都懒得装了 然而 此时的我 并不想再和他拉扯 我说 成询 你刚才说什么 成询见我语气冰冷 有些意外 我说 舒进雪成不了什么大事 倒是可以靠姿色 博取些老男人的支持 上一句 成询有些猛 但还是细写地说道 我是说 舒进雪 是个 然而他话 还没说完 我的拳头直接就垂在了他脸上 成询一个亮呛 站立不稳 跌倒在地 啊 谭诗运尖叫起来 就在我还想上前补上几拳的时候 谭诗运一把将成询户在身后 住手 楚颜 你发什么神经 看着谭诗运抬着头 死死地将成询户在身后的样子 我情不自禁地笑出声来 谭诗运 让开 我怒吼道 不 楚颜 我没想到 你果然是一个毫无下限的人 自从我妈说 在垃圾桶里 找到你丢的银行卡 我还以为是我误会了你 为此 我还内疚了一阵子 可我越想越不对劲 原来 你和我在一起时 书家早就已经找到了你 你一直在吃着碗里的 看着锅里的 我自知我对不起你 所以也不好说什么 可是我没想到 你竟然会为了一个戏子 对成询大打出手 亏我爸前段时间还吵着要找你 如果他要是知道 你是这样的一个人 我们真的是瞎了眼 我眉头一皱 什么意思 你爸 中风了 在家休养 谭诗运的眼神黯淡了下来 但身体却还是死死的 护着身后的成询 一瞬间 我明白了 原来是这样 难怪谭家 会在这么短的时间 将很多业务和成家绑定 原来是谭夫病了 我冷笑不止 谭诗运 你真是无可救药的恋脑 成询究竟给你灌了多少蒙汗药 竟然让你做出这么离谱的事情 你爸要是知道 你做了这些事情 怕不得被你气死 然而 谭诗运却露出一副 高高在上的样子 楚颜 少在我面前装了 左一句谭家右 一句谭家 可你被地理 却做着危害我们谭家的事 楚颜 你现在 已经和我们谭家没有关系了 你现在为书家卖命 就是我和成询的敌人 此时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由于我动了手 场内的一些安保人员 纷纷赶了过来 我没有理会他们 只是觉得 胸口气血翻涌 因为我谭诗运身后的成询 竟然对着我 露出一副奸济得逞的微笑 成询抹了抹嘴角的伤口 得意得笑出声 楚颜 戏子就是戏子 就算是退出娱乐圈 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舒静雪 依然是个剑 闭嘴 我冲了上去 一把扯开谭诗运 紧接着便一脚 踹在成询的肚子上 谭诗运没有反应过来 脸色苍白 跌倒在地 剑局面失控 周围的安保人员 纷纷向我冲了上来 然而此时的我 再也不想迎人 一阵剧烈的打斗之后 冲上来的安保人员 纷纷被我撂倒在地 我拿着从安保人员 手里夺过来的防暴棍 冷冷地警告着周围的人 这些人中 有我曾经的朋友 合作伙伴 此时 纷纷像是看一个怪物 一般地看着我 不敢做出其他动作 有的人甚至张大了嘴巴 手里的红酒 洒了一地而不自知 我靠 怎么回事 楚颜伸手这么好吗 那么多保安 居然全都 是啊 没想到 楚颜既然深藏不露 从高中开始 我还一直以为 楚颜是个闷狐 没想到 面对周围的闲言碎语 我没有理会 只是冷冷地 走到成群身前 此时的成群 正躺在地上 似乎还没有 从刚才发生的一幕中 回过神来 楚 楚颜 你 你疯了吗 你想干什么 相对于成群的慌乱 一旁的谭诗韵 却不知为何一阵恍惚 他看向我的眼神 显得十分复杂 似乎像是第一次认识我一样 楚颜 我没有理会谭诗韵 而是用着手里的棍子 抵住成群的下巴 成群的脸上 第一次露出了屈辱的表情 我轻笑一声 冷冷说道 成群 其实你应该感谢谭诗韵 如果不是因为他 很多年前 你早就死了 此言一出 周围的人纷纷面面相去 就连一旁的谭诗韵 也露出了惊恐 而疑惑的表情 楚颜 你什么意思 他问 一旁的成群 也是一点的不解 他伸出手 想要谭诗韵去扶他 然而此时的谭诗韵 正神情恍惚地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成群健壮 脸上的表情 逐渐变得阴冷 成群张口想说话 然后我却并没有给他机会 只见我高举的棍子 正准备朝着成群砸下去 成群的脸 忽然间变得惨白 一瞬间 他竟然被吓得闭上了眼睛 然而 我手中的棍子 却迟迟没有落下 因为 一个略带哭腔的声音 忽然从身后转了过来 念声 助手 一句念声 顿时如同一颗石头 丢进平静的湖水中 激起滔天巨浪 什么 念声 众人回头 却见一身滑贵高定礼服的舒静雪 泪眼朦胧地拨开 众人向我走来 此时 他的眼眶微红 眸中闪烁着微光 显然 刚才发生的事情 他都已经知道了 此时围观的人群 纷纷给他让开一条路 只见舒静雪双手提着礼服的裙摆 脸上 透露出凄冷的神色 一字一句地朝我说道 三岁时 我们第一次相见 那时你告诉我 我的眼睛灿若星辰 八岁时 我以为我们再也不会相见 可你还是回到了我身边 可我没想到 十六岁时 你却选择丢下 我去找了谭诗玉 可即使是这样 我也没有怪你 因为我知道 终有一天 你会明白我对你的心意 此时 舒静雪已经走到谭诗玉的面前 他冷眼看了一下表情复杂的谭诗玉 脸上浮现出细血的表情 谭诗玉 我确实应该谢谢你和程雪 如果不是你们 想要让眼前这个口是心非的家伙 做出这种事情 简直比登天还难 舒静雪说完 我顿时明白了 他是什么意思 原来他之所以叫我来接他 就是料定了 程勋在这种场合 不会轻易放过我 我的脸瞬间黑了起来 然而 舒静雪却转身笑盈盈地走到我面前 然后在大庭广众之下 扑进我的怀里 念生 对不起 你会原谅我的 对吧 此时 场内众人一片哗然 而舒静雪的脸上 则洋溢出幸福的神色 什么 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怎么看不明白 是啊 我怎么也看不懂呢 舒静雪和楚颜 到底什么关系啊 难道 他们其实很早就认识 不可能啊 楚颜这么多年 一直在为谭家卖命 甚至差点和谭诗韵结婚 他不可能和舒静雪有交集啊 靠 太狗血了 这TM是什么剧情啊 都已经这么明显了 还不明白吗 你们难道没有听见 念生两个字 难道 念生 李念生 我操 李家 一瞬间 场内的人只感觉心神剧震 强烈的冲击 让他们直接晋升 没有人敢再说话 此时 会场大门忽然被打开 迎面而来的 则是青一色黑衣金状保镖 只见他们进入会场后 在一旁站定 随后一人便十分恭敬地 走到我和舒静雪面前 躬身说道 少爷 小姐 老爷吩咐 让我来接你们回家 论坛风波之后 我李家少爷的真实身份 彻底在网上传开 各种各样的声音 甚嚣尘上 真是离了个大谱 没想到被谭家扫地出门的楚言 竟然是传说中的李家的少爷 谭家可真把一手好牌 打得稀巴烂 那可不 明明眼前 就有滔天的富贵 却硬生生地将其丢进垃圾桶 我要是谭氏运 肯定哭死在厕所 现在哭有用 坊间传闻 虽然李家并没有什么动作 但是很多人都已经开始和成家 和谭家划清界限 看来 局势将要逆转了 果不其然 短短半个月的时间 很多事情的发展 纷纷偏离了原来的轨道 原先一直看好成家 和谭家联姻的人 竟然开始慢慢地转变方向 转而开始支持书家 又是上门拜访 又是洽谈合作 谗媚的笑容 简直与一个月前天差地别 李总 近段时间想和您见面的人太多了 您看 我摆了白手 班长 您还是叫我楚言吧 您已经是书家的副总了 很多事情 真没必要 都要向我汇报 沈蓉脸上露出会心的微笑 那可不行 咱们交情归交情 但还是得公司分明 我可不想 让你媳妇找我麻烦 毕竟我入职的时候 她可是盯着我看了许久 我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如今书庆雪在家 帮我照顾爷爷 而她也把书家所有的事情 都交给了我 这段时间以来 书家的产业和规模 可是越来越大 我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 没有办法 只能想办法 把沈蓉给抢了过来 她一个从农村出来的大学生 能够在上市公司任职 已经十分不易 如今被我提拔成副总 工作更是十分卖力 放心吧 沈雪不会那么小度机长 毕竟 您可是帮了我们大忙 我们和成家的较量 其中也有你的功劳 我这话绝非虚言 在沈蓉的帮助下 上次的招投标 我不光早就知道 成群在我们书家安插了间谍 还知道了她所有的计划 于是我便顺势而为 陪着成群和谭诗运 演了一出戏 就在我们聊天的时候 一通电话却打进了沈蓉的手机 沈蓉欲言又止 但最后还是选择告诉了我 谭夫快不行了 说是想要见我 一番思索之后 我还是决定去医院 见她最后一面 此时的谭夫 躺在病床上无法动弹 但一双眼睛依然炯炯有神 她看到了我 顿时变得十分激动 眼神竟然变得十分温柔 此时 病房里只有我和她 她见我在她病床前坐下 动了动手指 似乎在指 她床底下的东西 我拿起一看 发现是一张纸条 而这纸条上的两个字 我无比的熟悉 早已深深地刻入了我的脑海 我没有说话 只是微笑着看着谭夫的脸 点了点头 谭夫看见我的反应 脸上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她伸出手 似乎想要和我说些什么 而她的喉咙发出剧烈的声响 却还是没有说出一句话 我会议 连忙上前握住她的手 叔 您放心 我都明白 一切 我都会安排妥当 她笑了笑 脸上露出如是重负的笑容 然而我没想到 谭诗运却在这时闯了进来 而谭夫则忽然垂下了手 并把那张纸条塞入了我的手中 谭诗运一把将我推开 李念生 少假惺惺了 还不快滚 你让我感觉到恶心 我站起身来 笑着地摇了摇头 我知道 此时的谭诗运 已经对我恨之入骨 她已经咬定 我这个全是滔天的李家少爷 改名换姓地接近她 就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复仇计划 她认为 成家害死了 我和舒念雪的父母 而我们为了复仇 则会不择手段地摧毁成家 而她 则是我们复仇计划中的一颗棋子 如今 她以为已经明白了 所有事情的来龙去脉 要强的她 自然不会给我一个好的嘴脸 我没有解释 只是站起身时 最后看了一眼谭夫 给她锯了个弓 此时的谭夫 已经双眼含泪 她紧紧地抓住谭诗运的手 随后像是用尽全身力气 摇了摇头 然而 此时的谭诗运 早已对我恨得咬牙切齿 根本没有注意到谭夫的异样 在我走出病房后不久 谭诗运忽然爆发出 撕心裂肺的哭喊声 我知道 谭夫走了 谭夫的葬礼结束后 沈荣便找到了谭诗运 向她提出了 收购谭家公司的计划 就像我预料的那样 谭诗运把沈荣劈头盖脸一顿骂 我笑了笑 谭得怎么样 她忧愿地看着我 难办 话说 谭诗运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我冷笑一声 那就成全她吧 一个月后 谭诗运没有想到 自从我收购谭家的谈判失败后 局势竟然会变化如此之快 一瞬间 成询和谭诗运 先前所有的努力 在请客之间 全部化为乌有 由于成家为了打败书家 向各大上市公司 和四大家族夸下海口 在得到他们支持的同时 更是四处向银行举债 目的就是对书家设计的 所有产业进行反击 可他们不知道 我们从始至终 其实都只是虚张声势而已 首先 我们借着当年的风波和舆论 布下了一个天大的局 目的就是营造一个 复仇者归来的人设 只有闹得够大 成家才会越重视 才会想尽一切办法 陪我们将这个游戏继续下去 与此同时 我们以书市的名义 注册了很多公司 并借用书敬雪这些年 在娱乐圈的人脉和影响力 为书家做事 目的就是给成家营造压迫感 给成家造成一个书家 将会在各行各业 对其进行围追堵截的假象 最重要的一步 就是我们料定如今的成家 根本就输不起 因为二十年前 成家以十分肮脏的手段 害死了我和书敬雪的父母 这件事 一直都是成家的心结 所以 他们必须孤置一注 一旦他们 在和书家的斗争中败下阵来 那么面临的 将是无情的清算 只不过在这个过程中 无辜的谈家 成了他们的陪葬品而已 而伴随着书敬雪 和我身份的曝光 我们书里两家 正是从幕后走到台前 再加上 我们两家哪怕是遭受了灭顶之灾 也依然遵循着当年的约定 更是在沉寂二十年之后 才选择重出江湖 如此的隐忍 早已让很多知情人 望而生畏 再加上重要人物的默许 很多人便敏锐地发现了端倪 我们两家的复仇 已不是简单的商战 而是更深层次的博弈 而上面之所以默许 一方面也是为了补偿我们两家 另一方面 也是为了敲打走得越来越远的成家 和其他人 于是在这种情况下 很多知情人便纷纷开始倒戈 开始爆料出一些成家发家致富的黑幕 设黑设恶 抢取豪夺 行贿受贿 官商勾结等等 纷纷悦然指上 而相关部门也借此机会 顺藤摸瓜 很快便找到了成家涉及经济犯罪 和刑事犯罪的线索 顺便也将一些贪官污吏 送进了监狱 于是在一个月不到 成家很多人都被抓了进去 在这个风波的影响下 成家四处举债所投标的项目资金链 也随之断裂 由此引发的不良后果 更是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 迅速席卷而来 而谭诗运 面对汹涌而来的滔天巨浪 已经毫无办法 因为 他为了帮助成群 早已自作主张的 以公司的名义 为成群举债 甚至做出担保 还和其他机构签订了对赌协议 更让谭诗运想不到的是 一个让他始料未及的消息 赫然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刚开始 谭诗运还不相信 直到 某些人真正地站在他跟前 他才露出心如死灰的表情 而这些人不是别人 正是被成群圈养在国外的情人和孩子 此时的谭诗运才知道 原来 成群在国外早已娶妻生子 而且他的情人 还不止一个 万念俱灰的谭诗运 没有办法 为了保住谭家最后的门媒 只能选择贱卖掉谭诗的股份 对不起了 谭诗运 当我手中 拿到谭诗运亲笔签字的协议书时 我终于在谭诗运的脸上 看到了怅然若失的表情 而此时的谭诗运 运度已经显怀 他的脸色 看上去也十分的憔悴 可即使是这样 他依然还是冷冷地看着我 楚言 不 李念生 你赢了 我笑了笑 没有说话 只是将手里的协议放到了一边 此时的办公室里 就只有我和谭诗运两人 我说 谭诗运 我早就警告过你 可你呢 从始至终 你的脑袋里 就只有成群 谭诗运笑了笑 神情落寞 李念生 你从始至终 对成群的所作所为 都一清二楚 对吗 我说 没错 谭诗运 从成群出国 以及他在国外如何私混 包括他回国的时间 以及你们偷欢的酒店的门牌号 我都一清二楚 谭诗运的嘴角抽动了一下 呵呵 李念生 我终于明白 为什么我们斗不过你了 你的心机 真的太可怕了 我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多谢夸奖 谭诗运 谭诗运站起身来 准备开门而去 然而将要走到门口时 他却停下了脚步 楚言 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 你 真的爱过吗 我没有回答 只是冷冷地说道 谭诗运 我想这个问题 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两个月后 在外逃亡的成群 终于被警方给堵在了一桩废弃的工厂内 只不过 此时的警方正陷入两难的境地 因为成群的手中正挟持着一个人质 而这个人质 则是他为过门的妻子 谭诗运 而且 成群手里有枪 在逃亡的过程中 已经重伤了数名警员 警方联系我的时候我才知道 原来 谭诗运在卖掉股权之后 便去医院做了迎产手术 而这个消息 不知为何 竟然被逃亡在外的成群给知道了 此时的成群 不知如何知道 谭诗运将谭诗迈给了我 他的心思本就狭隘 再加上 他知道自己的孩子 没了 而且 原本在国外的妻儿 也被国内的债主们 遣返回国 于是 义务所有的成群 便铤而走险 直接绑架了谭诗运 好在谭诗运比较聪明 关键时候报了警 然而却没想到 还是被警觉的成群发现 于是破罐子破摔的成群 便将虚弱的谭诗运 给绑上了车 然而 在和警方的对峙下 成群为了做殊死一搏 他竟然将枪口指向了自己的女人 甚至 还指名道姓地想要见我 李先生 成群现在情绪十分不稳定 您进去和他谈判 一定要小心 他手里有枪 面对警察的嘱咐 我点头会议 然而 身旁的舒庆雪 却两眼含泪 念生 舒庆雪的手死死地拽住我 似乎是只要一个不小心 我便会再次离他而去 我将舒庆雪搂在怀里 轻轻吻上他的唇 放心 阿雪 我一定会平安回来的 此时的舒庆雪 已经成为了我的女人 而我们的婚礼 就在下个月 在黑暗中的一阵摸索之后 我终于在昏黑的废弃大楼内 见到了成群 只不过 眼前成群 哪里还有当初意气风发的模样 此时的他 面容枯瘦 衣着脏乱 脸上布满灰尘 双目赤红满是血丝 手中拿着一把手枪 枪口就直直地 抵在谭诗运的脑袋上 而眼前的谭诗运 则十分虚弱地 被成群挟持着 他的双手被反绑 嘴里被塞着东西 看着我 支支吾吾的 不知在说什么 然而眼睛 却早已通红 成群见我如约而至 脸上的表情 越发癫狂 楚颜 李念生 你果然来了 你们果然还藕断丝连 我有些想笑 我的目光扫过谭诗运 却发现此时的他 眼里 已经流出了泪水 正支支吾吾的 对着我摇头 我又看了成群一眼 随后张开双手 柔声说道 成群 我们两家的事情 和谭诗运无关 我已经按照你的要求 来见你了 还请你遵守承诺 不要伤及无辜 毕竟 她是你的女人 呵呵 我的女人 楚颜 你以为我傻吗 如今 她不光拿掉了我的孩子 还将一些机密泄露给警方 让我身败名裂 她和你们一样很多 你以为 我会放过你们吗 看着近乎癫狂的成群 我柔声道 你还不明白吗 成群 你们成家今天所有的一切 都是咎由自取 自首吧成群 趁还有机会 你还可以回头 呵呵 机会 楚颜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吗 我承认 我们成家败了 但我并不是败给你 而是败给了你们李叔两家的权势 如果不是那些人畏惧你们李叔两家 我怎么可能会走到如今的地步 我笑了笑 冷冷地看着成群 你错了 成群 从一开始 我们李叔两家 就从未想过重出江湖 你看到的一切 都只是某些人想让你看见的而已 成群沉默了 一瞬间 他似乎想到了什么 不 不可能 难道 我点头倾笑 没错 成群 我们都是棋子 而四大家族 比我们李叔两家 更想看到你们的负面 哈哈哈哈 得知真相的成群 此时已经陷入癫狂 他双目赤红 声音里带着难以言语的悲凉 然而 就在他恍惚的时候 谭诗运却不知为何 忽然用尽全身力气撞向成群 随后便朝着我的方向跑来 我按道一声不好 然而只一瞬间 我便看见失去平衡的成群 竟然抬起手 凌空朝着谭诗运的后背 扣动了手枪的扳机 啪 啪 两声枪响过后 谭诗运不可置信地看着 将他扑倒在地的我 因为我的胸前 已经慢慢地渗出了鲜血 而我们身后的成群 此时已则被警方的狙击手命中脑门 正歪歪斜斜地倒在了地上 没了声息 不知过了多久 我只感觉身边 传来一阵阵哭喊声 好像是舒庆雪 又好像是谭诗运 你快醒醒 你不是答应了我 要陪我白头到老吗 我说不出话 眼前一片模糊 只觉得身体越来越轻 不知为何 我心里感到十分难过 可却有无比的轻松 原来 这就是临死前的征兆 我喃喃地自言自语 对不起 阿雪 我好像又要失言了 不过 我已经没有遗憾了 谢谢你 施雅 番外 大结局 谭诗运视角 楚元被送上救护车的时候 我听到了一个无比熟悉的名字 那是我的姐姐 谭诗雅 其实 我早就应该知道 因为楚元的胸口 有一个可怕的伤疤 此时 我才醒悟 我错了 真的错了 她不是李念生 也不是楚元 而是那个八岁的小乞丐 八岁时 我和姐姐在街头 遇见了一个昏迷的小男孩 那时他发着高烧 浑身破烂 身上也没有什么 有用的身份信息 我和姐姐见他可怜 就和爸妈一起 把他送到了医院 他醒了过来 然而却不知为何 什么话也不说 没有办法 我只能和姐姐轮流照顾他 一边鼓励他 一边陪着他看病 而爸妈则想方设法地 帮他寻找家人 后来 医生说 她的病很严重 至于有多严重 我并不清楚 除了爸妈和姐姐 可我没想到 我和姐姐外出的时候 出了车祸 我昏迷不醒 然而我醒来后 却发现 我的姐姐谭施雅 已经不在了 也正是从那时起 我才知道 善良的姐姐 竟然同意将自己的心脏 移植给那个小乞丐 后来 小乞丐的手术 奇迹般的很成功 而爸妈则因此 得到了很多钱 并用这些钱创办了公司 直到16岁时 那个叫楚严的男孩 忽然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我确实真的后悔了 此时的我才知道 为什么父亲离世前 想要见到楚严 原来 父亲已经知道 姐姐的心脏 就在楚严的身上 而同样善良的楚严 为了报答姐姐的恩情 从高中时 就义无反顾地选择陪着我 甚至不惜辜负 深爱她的舒庆雪 可是 是我误会了她 也辜负了她 这三年来 我不停奔波着 想尽一切办法 打听舒庆雪的消息 我希望她能告诉我 楚严的目的在哪里 让我见在楚严最后一面 不光是为了她 也是为了我的姐姐 然而舒庆雪 就像是凭空消失了一般 再也没有一点讯息 此时我才知道 其实 我是爱楚严的 这么多年来 她早已将对我的爱 融进了她的生命里 只是 我太傻 我的眼里 只融得下程雪 如今真梦醒时 我才知道 自己究竟有多么可悲 我对不起舒庆雪 对不起父亲 更对不起姐姐 是我 害死了楚严 一年后 谭氏宣布再次上市的消息 忽然传遍大江南北 而我之前给楚严的银行卡里 却忽然转入了一笔巨款 我欣喜若狂 第一时间冲进了谭氏 然而 在总裁办公室里 坐着的却并不是楚严 而是沈荣 沈荣一脸笑意地看着我 诗运 几年不见 没想到你还是来了 我喜极而泣 一把抓住沈荣的手 急切地问道 楚严呢 她 她现在在哪 沈荣只是笑了笑 诗运 楚严让我跟你说 别再找她们了 她们一家三口过得很好 真的很好